每日 走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先看词 玛丽是人名对吧 玛丽 玛丽遇上 玛丽遇上 玛丽遇上一个人 它是从动词 一边来的 就是长得像某人 所以它的意思呢 就是玛丽遇上了一个人 长得像她的兄弟 那么这句话呢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可以把它还原成一个 我们见过的话 就是玛丽遇上了一个人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把现在分词呢 用玛丽遇上了代替 那么这个玛丽呢 就做的是关系代词 先行词是对象呢 那后面词 从具的主语呢 是ressemble啊 长得像 所以说呢 现在分词可以代替 关系代词玛丽的结构哈 大家来看 PPT上加两句话 他们的意思呢 有什么分别吗 第一句话 sortant de l'école j'i rencontré bol sortant de l'école j'i rencontré bol 第二句话是 j'i rencontré bol sortant de l'école j'i rencontré bol sortant de l'école 你看上去是很像的哈 区别好像就是 一个是sortant de l'école 一个是sortant de l'école 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差得很远 那么第一句话 sortant de l'école j'i rencontré bol 这句话意思是说 当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我碰上了 bol 那么第二句话呢 j'i rencontré bol sortant de l'école 那么sortant sortir的主语是谁呢 应该是 bol 所以意思就是 我碰上了 bol 他正从学校出来 大家看出来了区别了吗 那出来呢 一个是我出来 另外一个是 bol出来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么结论呢 就是现在分词的主语是谁 是离他最近的名词 或者是代词 大家听懂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哈 那么现在分词的主语呢 是离他最近的名词 或者是代词 好 我们现在讲过了分词的用法 一个就是 de partice présent 现在分词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互动词 le j'engtif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现在分词和互动词的区别 当然从形式上来讲 互动词多了一个 en 那么在s呢 和用法上面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先来看他们相似之处 大家可以看下面两句话 第一句 arrivant de bonheur le premier jour des soldes vous farez de bonnes affaires 第二句 en arrivant de bonheur le premier jour des soldes vous farez de bonnes affaires 我们知道哈 solde les solde 意思呢 就是大减价 那 faire de bonnes affaires 意思就是赚一笔 affaire是可以当商业讲的 那么这两句话呢 意思都很接近 意思是 大减价第一天早早去 您将大赚一把 虽然第一句用的是 现在分词 第二句是互动词 那么意思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现在分词和复动词呢 同样都是做了 因为如果原因 那么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解释 第一个 现在分词主要用于书面语 而复动词呢 是主要用于口语的 所以你们平时能听到 现在分词 arrivant de bonheur pommé ruby solde 能听到这种话的几率 是相对比较少的 一般都是复动词的用法 比如说 就是跑了都是 on shot down 我边洗澡边唱歌 这一种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 就是作为时间状语 现在分词并没有强调 一边一边的意思 而复动词呢 他强调的是一边一边 我们来看例句哈 先是现在分词的例句 révant d'un question des journalistes le ministre a confirmé qu'il serait en reçu 那是说呢 部长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证实说自己将出访俄罗斯 那么他的意思呢 不是说他一边回答问题 一边证实 并没有强调一边一边 但是我们说了哈 复动词呢 是强调一边一边的 比如 他喜欢边学习边听音乐 那这个呢 是他们的第二点区别 那么第三点区别呢 比较重要 就是 现在分词可以跟在名词的后面 代替给引导的关系从句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 那个报的那个句子的用法哈 现在再给大家 另外一个例句就是 意思呢 是持蓝票的人 必须去检票处 le contrôle 原因是控制 这里面是检票处 这句话呢 就相当于说 现在分词呢 代替的是 他们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副动词呢 并没有这种用法 它不能代替 基因导的关系从句 那之后呢 我们要强调了一个区别 是现在分词的主语 不一定是句子的主语 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句子哈 这个变一下 但是我看到保罗 从地铁里出来 是谁出来呢 是bole 所以 sortir和sortan的主语呢 是bole 但是bole并不是 整个句子的主语 所以现在分词的主语 不一定是句子的主语 但是副动词的主语 必须是句子的主语 比如说 J'ai apperçu bole en sortant du métro 好 我们看到和刚才的句子 只差了一个en 名字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副动词 en sortant主语 必须是句子的主语 所以肯定是 je sort du métro 那么就是 我从地铁里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保罗 好 那他们的最后一点区别呢 就是现在分词 是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主语的 那副动词的主语 仍然只能是句子的主语 那别的例句呢 还是上回我们出现过的哈 因为天色晚了 我们看不清风景 好 刚才这个句子呢 我们是听过的哈 下面再来给一个 现在分词的句子 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意思 那么句子是呢 大家找一下它的主语是什么 主语呢 应该是 现在分词 它是 停止 这里面和 连接在一起 就是 就是下雪 交通变得艰难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因为雪下个不停 路变得特别难走 那么在这里呢 现在分词 它有自己的独立主语 就是 雪 那我们再翻过来看 副动词 副动词的主语呢 只能是句子的主语 大家观察一下 我们刚才啊 之前说过的所有的句子 比如说 她喜欢边学习边听音乐 你看 那么听的主语就是 还有 那 那 那 出来的主语是什么呢 je 我 所以 副动词的主语 只是句子的主语 那整个句子呢 就只有一个主语 那么 分词的知识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现在我说一句话 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过 Vive la France Vive la France 你们有听过吗 那么你可能会在看到 法国的国庆节的时候 你们会这样喊 或者是 法国队参加了什么 国际线的比赛 然后赢了 比如说足球队赢了 那么底下的人 观众就会大喊 Vive la Fra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法国万岁 那么法国万岁呢 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一个虚拟式 我们怎么来分析呢 首先 Vive la France 这个Vive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动词 Vive 生活 比如说 我生活在法国 用法语怎么说 Je vie en France Je vie en France 他生活在中国 他生活在中国 应该怎么说呢 Ile vie en she Ile vie en she Vive做了动词变位之后了 第三个称单说 它应该是 Vit Vit 那我们再来观察 法国万岁这句话 首先第一个 Vive 它是什么的动词变位呢 它肯定不是 这词是现在式的 我们刚才说过 这词是现在式 应该是Vid 第二个呢 它的词序很奇怪 应该是法国万岁 万岁怎么跑到了前面 法国跑到了后面呢 那么请大家看下面的句子 Vive la France 它就等于说 Que la France vive Que la France vive Que呢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了 虚拟式 你需要用一个个 Vive 就是Vive的虚拟式 后面加一个感叹号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感叹句 那意思是 希望法国能一直活下去 所以就是法国万岁的意思 那经常还有种用法呢 是把歌字去掉 去掉之后呢 把动词提前 变成主为道庄 就变成Vive la France 提上去更有利 那么Que后面加一个 虚拟式的句子呢 可以单独这样使用 它的意思呢 一般来说是一个感叹句 可以表示愿望 比如我们来看下面的这句 Que la meilleure gagne Que la meilleure gagne 然后我们说过 Le meilleure还是最好的 Gagne 是Gagne 赢得 就是希望最好的那一个人能赢 它表示的是一种愿望 那么第二句呢 Que la France pleite pogre Que la France pleite pogre 那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它取得更大的进步 pogre Le pogre 是进步 Fas 就是虚拟式的faire做 那除了表达愿望之外呢 像Gagne 加虚拟式 也可以表示命令 比如我们来看下面一句话 大家想想是什么意思 Que la meilleure gagne ne fume pas dans la chambre Que la meilleure gagne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们别在屋里吸烟了 好 最后是我们的练习时间 我们的练习题是 Je veux une fille s'or dans la salle Je veux une fille s'or dans la salle Douvor dire cette phrase 那就是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A Je veux une fille qu'en je suis sortie de la salle B Je veux une fille qu'est sortie de la salle 我们这两个选项 那是A还是B呢 答案应该是V第二个 我们来看 这个句子是一个 现代分词构成的句子 Je veux une fille s'or dans la salle 我们刚才讲过 现代分词它的主语是谁呢 这里它最近的那一个名词 或者是代词 那么这里就应该是 Una fille 这个女孩 所以就是这个女孩 从教室里出来 然后我看见了她 那么答案应该是V Je veux une fille qui est sortie de la salle 我看到了一个 从教室里出来的女孩 你做对了吗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道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